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我們今天來看看這一個掛 這一個掛就是我三旅 這一個掛很有很有意思的掛 為什麼很有意思的掛 易經在跟你講一個現象 而且易經下這個字很老旅 旅行的旅 這一個掛 這一個掛給某一個人抽到了 我們現在才有那麼豐富的 易經的一個體系 以前易經我們看不懂 以前易經我們看不懂 為什麼我們看不懂 太複雜了 大概六千年前易經只有上掛 只有簡單的八個掛像 到了福西三千兩百年前 那個六千年也是福西的 到了三千兩百年前 周文王被周王關在游裡 反正在監獄賢責沒事嘛 就把八掛再乘以八掛才稱為八八六四掛 但是還是很複雜 直到兩千五百年前 孔子孔夫子孔秋孔仲女 他把這個掛 每個掛跟他相 跟他解釋 這個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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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寫 三百八十四掛 再加上文言兩篇 一共三百八十六掛 所以易經的前掛跟坤掛 除了六個謠以外 還有一個用九 跟用六 那孔子為了易經 也寫了十本書 叫十億傳 段詞 細紙 掛詞 說掛 雜掛 序掛 文言 剛好十本書 段詞 像詞 序子 是上下策 所以一共六本 說掛 雜掛 序掛 文言 加上四本一共十本 那現在問題來了 孔夫子為什麼要幫易經 寫十本書記 為什麼 寫十本參考書好了 為什麼 問題在這裡 因為當年孔子在魯國做官 也不太得意 所以孔子有一天沒事 你知道嗎 也去逛逛夜市 有沒有 花園夜市 我們逢甲夜市 一中街夜市 還看到一個蝦子寫一個 算命張補 那孔子很好奇啊 就過去張個補 那孔子問兩個問題 你說你 你知道我是誰嗎 蝦子就跟他講 我蝦子我怎麼知道你是誰 孔子說好 讚 為什麼 孔子也怕這個人認識他啊 搞不好就插圓觀 就那兩個蝦子好 第二個 我現在問一下我的前途事業 孔子要站到這個蝦 你知道那個蝦子 把那個蝦像拍好 你說 哎呀這位客官啊 這位客人啊 你這個蝦我三旅啊 美是美矣啊 但是 南腰上寵而得位啊 我不是剛剛跟你們講嗎 烈貴賤者存乎位 你南腰上寵而得位 也就是說 你滿路才華 但是上面的人不怎麼欣賞你 懂不懂 上面不怎麼欣賞你 你知道孔子聽到這樣以後 聽說掩面而泣啊 為什麼掩面而泣 你怎麼那麼厲害 第一個你不知道我是誰 你不知道我是誰 第二個你怎麼知道我的困境 我現在的困境就是 上面乳軍啊 乳國的國軍不重用我啊 我吐筆哪吐筆 我到底要不要待在乳國去幹 幹那個警政署長司寇 我還在考慮啊對不對 結果孔子聽到這樣以後 問一問 馬上出去 就把玉京那本書搬了出來 那時候孔子49歲 孔子開始學玉京 孔子不是年輕就學 因為孔子不以外力亂神 孔子一直不相信算命 孔子是典型的唯物 不怎麼唯心 他是唯武的 法家的儒家的 我要跟各位談一下 法家是明辨是非 法家儒家差不多 道家是調和是非 佛家是把四根飛弄在一起 沒有什麼是非 抿除是非 這個要搞清楚 孔子儒家偏向法家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有一點在分辨是非 這不一樣喔 孔子的立場比較偏向檢查關係 對就不對 不對就不對 先講理法 道家不一樣先調和一下 道家就像什麼 像那個兄弟人有沒有 哎呀你們不要說什麼槍擊 不要說什麼保護費 大家來我家做一做 瞧一瞧 道家 調和一下是非 好啦你這個生意人 你就每個人交個幾萬塊 當做這種 叫做維護費 什麼費這樣 瞧一瞧就沒事 那佛教又不一樣 根本沒有是非啊 佛教 這個沒有對錯 因為你們的立場不一致嘛 沒有這種是非啦 有沒有 有沒有 對不對 天下本無事 庸人至老之馬 有沒有 不要再惹尘埃了 獨體本無術 明靜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尘埃 這是佛教的觀點 那我們現在講禮掛就這樣子 那從我們最現實的觀點 來看這個禮掛 如果你沾到這個掛 在跟你講什麼 美則美矣啊 但是知識不了多久 火山在爆發 這個就是火 這個是山 你看那個火山爆發有沒有 好漂亮 不會輸給火山 砰 但是在跟你講 印尼也有很多火山 印尼 跟你講 爆炸是會爆炸 但是不長久 所以即使你在感情的路上 感情的路上 現在還算順風順水順利 但這個再跟你講 撐不了多久 不安定 不穩定 你就像一個旅行者一樣 有沒有 浪人 有沒有 流浪的人 這個我跟你講 不安定不穩定 目前是可以 但是以後就很難講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 歡迎跟我留言 拜拜